秦木工 他们搞上关系 互为因清洁情境之好 可情境之好这种塑料情义 翻脸也是必然的 在情境失和后 秦木工加强命力严格训练 暂停时机会进夺致命力机 当然秦木工也没激进 一直向东发展 而是选择的向西 逐渐灭掉西方农人所建立的国家 为日后秦一统中国 奠定了基石